大家好,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桌机跟Steam Deck之间,透过网路方铃,无线传输档案的方式。 步骤简单,而且相当方便快速,不再受格式不同,无法读取的困扰,也不必透过随身叠,拔来拔去传档案的麻烦,更不必另外使用第三方传输程式。 比如,在桌机从网路上找了游戏汉滑跟Mod,或者是装脚本用的指令参数,想放到SteamOS上使用,就可以直接把档案放到已设定共享的资料夹。 SteamOS端就能够立刻看到该资料夹的档案,然后复制或剪贴下来储存。 SteamOS端,想把截图或者是游戏存档传到桌机上,也可以直接放到共享资料夹。 SteamOS端就能立刻从共享资料夹看到档案,然后抓取下来。 使用网路放铃的先决条件是确保两设备间是在同一个区域网路里面,使用相同的WiFi或是同一台路由器设备的网路环境。 首先,在Windows设定好网路存取设定。 以Windows实为例,进入设定。 选择网路和网机网路。 若是接有限就点以太网路的内容,若是用WiFi就点WiFi的内容,然后改成私人网路。 退到上一页,点选底下的网路和共用中心。 选择变更进阶共用设定。 然后,将私人网路里的网路探索和档案及印表机都打开共用。 接着在所有网路也把共用资料夹打开,最底下可以选关闭密码。 以Windows11为例,进入设定。 选择网路和网机网路。 点选WiFi。 选择属性。 改成私人网路。 若是使用有限就进入以太网路设定。 返回网机网路页面到底下的进阶网路设定。 进阶共用设定。 在私人网路,把网路探索和档案及印表机共用都打开。 在所有网路,把公用资料夹打开。 密码可以选择关闭。 网路存取设定好后,接着来设定共享资料夹。 比如,我想共享下载资料夹,让桌机下载的东西直接能在SteamOS上看到, 就对该资料夹按右键选择授予存取权。 然后选特定人员。 接着选择Everyone。 按右边的新增。 权限改成读取和写入。 这样就设定好了。 或者也可以直接新增一个资料夹,按右键设定存取权, 然后加入Everyone的读取和写入权限。 共享资料夹设定好后,到网路方邻找到自己的电脑,就可以看到刚刚设定的资料夹。 假如没出现自己或其他台电脑,都可以直接在上方输入两条斜线,后面打上电脑名称。 要注意斜线方向,打错边是开不起来的。 电脑名称可以从关于里看到,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更改。 Windows 11则是到系统资讯查看并更改。 Windows分享资料夹设定好后,在SteamOS打开文件管理器。 打开网路分页。 点选分享资料夹。 接着就可以看到Windows网路方邻里的电脑。 可以直接点击进入,或在上方栏位点一下,直接输入电脑名称。 有时候,直接点击进入可能会读取不到,或发生错。 个人是比较建议用输入的方式进去。 接着会要求输入该电脑的账号跟密码。 假如是使用微软线上账户,这里就要输入该账户的信箱以及密码。 或者是输入线上账户的用户名称,比如我的线上账户的用户名称是Allen Chan,就可以在使用者名称栏位输入Allen Chan。 而密码的部分则可以是线上账户的密码,或者是该台电脑设定的PIN码。 又或者该台电脑使用的是本机账户,那就输入本机的账户名称跟密码。 假如本机没有设定密码,那SteamOS端是连不进去的,即使密码栏位空着也不行,所以得先去Windows把本机账户设定密码。 如果觉得设定密码后,使用Windows会很麻烦,网络上有教如何自动登入的方法。 或者也可以直接再新增一个有设定密码的本机账户,那SteamOS端也能利用这个闲置的本机账户登入进去。 账户跟密码输入后,可以选择底下的基础密码,以后就不必再输入一次。 登入后,就可以看到电脑上设定好的分享资料夹。 点击进去,就能直接抓取所需要的档案。 未方便以后存取分享资料夹,可以直接对该资料夹按右键将其新增至书签上,就会出现在左边的栏位。 新增后,也可以按右键对其编辑,可以变更称自己好记的名称。 我再把另一个共享资料夹也加入。 若SteamOS有截图或档案想传到Windows上,就直接复制或剪贴,放到分享资料夹上即可。 Windows也能把这些设定好的分享资料夹都新增至快速存取,以后要和SteamOS档案传输,就会方便很多。 可以看到,刚刚SteamOS放上去的图片在Windows上也出现了。 可以直接抓取下来使用。 只要做好以上的设定,以后在SteamDeck和桌机之间,要档案传输就变得非常容易了。 像我就常常利用桌机找资料,然后把资料透过网路放铃的共享资料夹,直接在SteamOS上存取,看是要装Mod或装汉画,都会方便很多。 SteamDeck截取的游戏图片,也可以回到SteamOS桌面模式,找到截图储存位置,然后直接放到分享资料夹,让桌机存取。 截图位置也可以利用加入书签的方式,以后就不必一层一层地找。 假如想移除共享权限,可以直接到网路方铃,对着要移除共享的资料夹按右键。 授予存取权设定,进入进阶级共用。 将共用资料夹的勾勾移除即可。 或者,找到共享资料夹位置,按右键。 授予存取权设定,选择移除存取。 然后选择停止共用。 以后只要在区网内,透过网路方铃的方式,设定好共享资料夹后,在两系统间就能以无线传输档案的方式,方便地相互存取资料。 以上,就是这次所有内容。感谢你的收看。 感谢观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